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突发 王一博胡君主演的《长空之王》撤档 引发网友猜测和热议 原定于9月30日上映的电影《长空之王》 在今天早上8点钟宣布紧急撤档 片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能够呈现更好的制作效果 《长空之王》由刘晓氏导演 韩寒监制 桂冠 刘晓氏编剧 王一博 胡君 于是领衔主演 周冬宇特别主演 徐开成 补玉 翟宇佳 王子晨 卢欣等主演 讲述我国新一代是飞猿的故事 此前预售票房已突破3000万 并宣布今天举行首应礼 29日开启全国路演 撤档前是今年国庆档的预售冠军 这条突发消息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猜测和热议 片方宣布撤档不到两个小时 留言就超过了4万多条 我们来听听网友是怎么说的 拿出一个合理解释 别光深表歉意 你这一出对不起的人可太多了 接下来怎么安排的请说清楚 一 因为临时改时间 且不说清楚原因 给已经买票且取票的观众 造成的损失 谁来负责 如何负责 二 因为无故推迟 给主演王一博胡军 以及其他演员造成的影响 谁来承担 三 既然要改 这个告知通知 为什么不详细写出原因 如此含糊不清 且改当时间都不注明 如何让人接受 那么多包场 还有3000多万的预售 很多人已经取票了 昨天还在说路演 现在还挂在热搜上 今天说改当就改当 真的不是在玩吗 我们包场忙日忙夜 300账票都取出来了 你要干嘛 长空肯定自己也不想撤当 国庆可是黄金当期 加上投入了那么多宣传 电影如果不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改当的 至于有网友猜测说 是因为该电影中的一位X演员在道德方面出了问题 所以被相关部门叫停 目前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确认 对于长空之王宣布紧急撤当一事 大家怎么看呢 你认为会是什么原因导致撤当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